无负债而且正常办学 目前财务状况也非常正常的一所学校 那未来也是朝向发展成为比较精致而且务实的一个科技大学 那面对注册率的问题 第一个的话要求所有系所要与产业密切来合作配合 第二个的话本校也会调整所系科班来对准高中子的招生名额 那第三个是建议教育部可以对以工科起家的所有科技大学 针对他工科系所的招生名额做适度的松绑 让各校有比较多的弹性调整空间